複字,氣上下相匯 這個氣啊,上下相匯,就是等於是保平氣啦 打開跟關起來一共三次 後來呢,縮題 後來縮題 由三匯處佛,直然燒入祭輪這個阿字 阿處佛,非常的細 訊著中脈,燃燒至喉日 燃燒到他心間來喉日 喉留下菩提心,為地至這個阿字 總之啊,他的要點在這裡啦 其他講得多 我師父以前交代的 猛燃燒地,猛地執盛 輾轉正義 此燃地交雜,網戶如細思紛紛 心專注於下燃上帝的紅白之相 告訴大家,你祭肩走火如果生起來 那麼他會往上走 他這個火會往上走 往上走呢,直接走到這地方 煤心輪,燃燃了佛以後 會滴下菩提心願意 這個就等於油,這個就等於油 油下來,火上去 那麼在心輪集合 第二個輪,心輪集合 然後燃燒得很厲害 就把那個邁輪給他打開 就把那個邁輪給他打開 把心輪全部給他打開 主要用的是著火跟眉心 這個菩提心願意下降 一直到心輪集合起來 然後燃燒 把心輪打開 你心輪打開的時候 人就可以放光出來 你就會看到你自己本身的命氣 那個命氣啊,一樣的 它是一個藍色的 直直的 是一個細絲 所以我們中國人講 命若由絲 就是像細絲一樣的這個絲 最主要呢 猛滴 這個水一直下 火一直燃 就靠著燃滴的這個作用 我在以前在書上不是解釋過了嗎 靠著這個燃滴的作用 一直把你的五個輪全部打開 一個一個打開 第一個打開的是忌輪 第二個打開的就是心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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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他的這個 他寫的是什麼 我看他的這個 他寫的是什麼 第二個打開去是季輪 第二個打開的是心輪 第三個打開的是micey 然後又有喉輪 又有眉心輪 這樣子 打開的 按依照次第 這個次第 以前我師父是這樣子講 那么他现在所讲的这个 这个心轮的打开最重要的 菩提心业意下降 因为灼火的缘故 灼火是一寸一寸一直长 一直长到这个眉心的地方 这里菩提心业意因为有火在燃烧 他的油就下降 我讲油比较快了 菩提心业意太长 这个油就下降 水就下降 那么水佛 因为这个水就等于油 那佛就燃烧得很甚 因为佛燃烧得很甚 就能够把心轮打开 主要的意思就是在这里 一定要两个一定要会合的